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我们的主题单元 今天呢 制作单位给我的主题就是 12星座男子的攻略指南 哇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我觉得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叫做什么呢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这从攻跟虚的角度来看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聊这个主题呢 我们要来想想看的就是 到底我们欣赏或喜欢的男性 他心目中的理想型是什么型 什么样的型会让他注意到或是心动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特质 是刚好是对方容易注意到的 或是被他喜欢的 或是可以跟他搭上线的 这频率是共振的 这个很重要 那么我们先来聊聊这个对方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来给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 占星的科普啦 就是呢 我会建议大家呢 可以呢 先拥有对方的这个出生年月日 这三个就可以啰 然后呢 你就上网去Google 查免费占星命盘 然后呢 你就输入他的这个出生年月日 当然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出生时间嘛 所以你可以做两次 一次呢 就用这个凌晨的0.0分做一次 第二次呢 你就用这个晚上的23.59分做一次 来看这个资料 基本上差距都不大 但是有一些小小的这个些微的差异 那因为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男性喜欢的女性类型呢 就不是从大家所常常谈的叫什么太阳星座来看了 我们要来看的是对方的月亮星座跟金星星座 因为呢太阳星座是我们想被人看到的样子 我们表现我们自己自信的样子 但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不代表你就一定要喜欢这样的人 就好像超人一定要跟女超人交往嘛 未必啊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他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跟他容易受吸引的另外一半的特质 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呢 对于男性而言 他们内心女性的理想型就是 月亮星座跟金星星座 是我们一定一定要注意的部分 那么月亮跟金星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要来讲一下哦 所以待会呢 我们在讲这个星座的时候呢 我们旁边会有些字幕 那这些字幕呢 我们是把这个理想型的一个样子 大概的简单的哦 做一个Summary 那当然这个是我以前出过的书里面的 这个一个结论啦 首先我们要来讲到的是月亮星座 这月亮呢 代表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安全感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喜欢 过生活的方式 舒服的方式 所以月亮星座呢 他呢 就会看出来这个男生 他跟人互动 甚至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关系里面 什么样的女性或是对象 让他觉得舒服 喜欢 甚至有点感动或是心动 好 这个很重要 再来当然月亮本来就代表 一个男生他人生当中重要的女性的一个类型 好 所以我们要先参考月亮星座 如果你要成为他的女朋友 或是好朋友 甚至另外一半 撇开纯粹的激情 你要跟他相处的这个 有容易有这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话 这个月亮很重要 比方说如果月亮呢 在火象星座的男生 火象星座包括什么呢 白羊 狮子 射手 这一型的男生 他们就喜欢大方之间热情的女性 就是你跟他交往 你就不要这个扭扭捏捏很 托托拉 你喜欢他 你就约他去打球 去看电影 或是直接了当的跟他聊一些兴趣 不要躲在一旁 好 不然的话呢 他可能感受不到你的魅力 或是觉得不舒服 因为他就是很 很直接的了当的人嘛 那么举个例子 比方说 像最近有很多这个结婚新闻的肖敬腾 对不对 他的月亮就是在白羊座 所以你看到 他的另外一半就会具有火象能量这种热情大方 直爽的特质 好 这个就很重要 再来呢 月亮如果在这个土象星座 包括了这个金牛 有处女跟魔戒 那这样男性他可能生活上很需要一种安定感安全感 比方说这个女生有赚钱能力 这个女生会做菜 这个女生呢 哎有品味 这个女生呢 呃他可能就是在很多生活上面会把很多小细节做得很好 他会觉得这女生很可靠 因为土象呢 他就是要透过他的感官 看得到 摸得到 闻得到 的感觉 来感受到这个人 比方说我曾经听到这个月亮在处女座的男星就说 他很受不了 一个女生打扮得非常漂亮 可是 指甲很脏 呵呵呵 他觉得看得到这就 啊他完全无法对他产生那种爱慕之一 因为他觉得那个小细节就是不OK 好 所以呢 你就要去感受一下 这个月亮在土象星座的人 他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是可靠 细致有品味品质 或者是跟他一起一样 喜欢吃某些东西 好都喜欢运动 哎这个他会觉得生活是 哎跟你在一起会很安稳的 再来呢 月亮如果在 这个双子 天秤 水瓶座 风向星座的人 那么你要会聊天很重要 如果你不小心不会聊天 那你要懂得会听话 不然就尬聊 就尴尬了对不对 因为这类型的男生呢 很喜欢聪明的女孩 或是对时事时尚 有些有趣的消息的这个女孩 他会特别注意 他聊天 可能是很会讲话的 那他也可能是很喜欢听街 很会讲话 女生讲话的 要有趣 所以你就不能够太沉闷 太保守 或是你真的是很喜欢学东西啊 看新闻啊 你就给他分享 看电影啊 对不对 好 那 那再来月亮 在这个水象星座 包括巨蟹天蝎 或是双鱼座的男性 他可能就会喜欢这个女生是比较温柔的 不一定要多话 好 你不要每次过去说 你在想什么 你最近怎么样 搞不好他就不想聊 他喜欢那个 我不用讲任何事情 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的女生 也许我在加班很累的时候 这样的女生会偷偷地地上一个什么 能量椅 或者是一个吃的东西 对不对 或者给你点打气的东西 他会觉得你很贴心 他们喜欢那种 好像女性温柔照顾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我们去了解 他的月亮星座 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怎么跟他靠近跟生活 不要让他觉得很恐怖 很想退避三社 这个是月亮星座 要先让我们看到的部分 再来 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很在意 就是我们有个魅力 他喜不喜欢我 对不对 那就跟外表打扮 但女性魅力有关 放心 不是每个男人都喜欢长头发 也不是每个男人都喜欢很瘦的女生 真的是因人而异 但是在情感欲望激情 跟那种女性魅力上 你要看什么呢 要看他的金星星座 金星座也代表的是 这个人他在生活上的品味 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取悦他 他没事的时候想让自己开心点 他会做点什么 所以金星星座很重要 比方说 如果对方的金星是在白羊 狮子射手 这个人他在喜好上就是什么 很直观 喜欢就去做 喜欢就去买 他看到你喜欢 就喜欢你 他就马上靠近 所以对于这样的男孩子呢 我觉得第一个你要大方 自在的表现自己 不要那个念熟念尾的 就算觉得自己不是美女 但你要有自信 他们喜欢有自信的女孩子 凶一点也没有关系 当然你要美更好 再来他们也会喜欢 容易被人注意的女孩 比方说 虽然你不是最漂亮的 但你歌喉很好 虽然你不是最漂亮的 但是你很会写东西 你是一个小小的风云人物 他们也会注意到你哦 但是我觉得金星在火象的这个男生呢 他可能比较怎么样 容易一见钟情 这就代表说 如果你前面一两次 没有让他觉得 注意到你的话 有可能后面就比较难了 因为他们需要一种新鲜感 或是亮点 马上吸引到他 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你没有把握之前呢 你先不要急着对这样的男生行动 我觉得把自己准备好了也不错 再来呢如果是金星 在土象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这个金牛 处女摩羯的朋友 那你要知道这样的男生 他们其实是感官是敏锐的 比方说 像我以前有个朋友 他对不对 这个金星在土象星座 他就说他很喜欢闻女生 走过去之后那个法香跟香水 他可以因为那个法香跟香水 记得那个女生 你看是不是很特别 那现在是一个网路时代 大家都有IG 所以这个土象能量强的男性 他可能就特别喜欢看照片 觉得这女生长得怎么样 怎么搭配衣服啊 或者是怎么样享受生活啊 怎么样品味 或者是他在工作上表现如何 所以金星在土象星座的这个男性呢 可能就需要你懂得 让他看到你美好的一面 也许有香味 也许是打扮得漂亮 也许是你会有露一首才华的样子 我觉得是不错的 再来呢 金星如果在风向星座的 包括了双子 这个天秤 以及这个水瓶座 他们喜欢聪明的女生 喜欢一个女生是懂得跟别人相处的 比方说你有朋友 你在这个姐妹涛里面 这个很愉快 他们会欣赏这样子懂得社交 懂得聊天 懂得谈一些时尚有趣的事情的女孩子 然后呢你是有魅力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男生 但是你都可以进退 得宜 就是你可以有一种社交手腕的 他们其实很喜欢这样的女孩子 有时候你可能在讲话上面 要拒绝一个人 可是你是有技巧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金星在这个 风向星座的男子 我觉得你有这样的特质一定很吸引他 反过来讲 你也可以比较懂得跟他或他的朋友相处 他会觉得带你出去 跟朋友在一起相处很愉快 你是他的人际利器 所以呢 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特别留意 再来呢是金星在巨蟹 天蝎以及这个双鱼座的 这一个男生 他们非常重视女性的魅力 比方说巨蟹可能就会带有点妈妈的感觉 比方说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金星巨蟹座 他爱上他的老婆 是因为他请他老婆陪他买衣服 他老婆在帮他试衣服 试领带的时候 他老婆帮他打领带的时候 他忽然觉得有一种 啊被爱的感觉 他当下就觉得他这个女生他非取不可 那金星在天蝎的男生 是非常非常重视性魅力的 不瞒大家说 有一次呢 我问了好几个金星天蝎的男生 我意外的发现 但有可能这个母体并不准 他们都告诉我 他们对女生的身材浓鲜合度 穿紧身衣 穿黑色的丝袜网袜 高跟鞋 非常难以抗拒 很有趣啊 为什么 因为这些样子就是一个女性的标签 性感的标签 那当然金星在双鱼的人 可能会喜欢稍微再带有点浪漫 或是天真可爱 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 这个对方的这个金星星座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不经意的时候 展现出这样的魅力 好了讲完这些类型之后呢 我们来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就如果你本身 就有符合他们喜欢要的特质的话 那其实是最好进攻的 那在讲进攻的方法之前呢 我们要先来讲一个小小的星座的科普 就是什么叫契合 就是如果我们待会讲的 行星都是在 一样都在火象 白羊狮子射手 一样都在土象 这个金牛处女跟摩羯 一样都在风象 双子天秤水瓶 一样都在水象 巨蟹天蝎 双鱼当然是最搭的 另外一个组合是 火象搭风象 风风火火 因为都是阳性星座 或是这个土象搭水象 这个都是阴性星座 这样子最具有魅力的 好了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要给大家的策略是什么 第一个 很多人会问说 老师我到底该不该主动追求的男生 表达 我喜欢他的态度 或是该来主动约他呢 其实这应该不是太大的难事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看看你自己的太阳星座跟火星星座 如果你的太阳星座跟火星星座 你内在的阳性面 刚好跟对方这个男生的月亮跟精英星座是一样 都是在同一个火风水土的位置 或是你们都是火跟风的组合 土跟水的组合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大胆一点往前走 因为你们的组合非常好 就好像跳舞一样 你前进他就后退 你后退他就会前进 你们两个有一个磁场的吸引 那因为你的阳性面代表是你行动主动的时候 对方能不能有回应啊 能有回应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组合 不妨呢主动靠近吧 试试看 那再来如果呢你是喜欢用女性魅力 展现女性魅力来吸引对方的人 你不妨看看你的金星星座 因为金星星座代表我们生活的品味 你穿着打扮的风格之一 就会参考这个金星星座 还有你的举手头足 当你的金星星座你的女性魅力 刚好跟这个男生的月亮星座 或金星星座是一致的时候 你表现女生的样子 刚好就是她内在那个女朋友老婆 或是重要女性的样子 哎呀那就是绝对的怎么样很吸引她了 比方说你这个表现温柔 她就喜欢温柔那当然很好 你表现有点强悍有点泼辣 好但有点任性 但是又有点怎么样性感 搞不好她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子 那OK的 再来第三个呢 就是时间空间站 就是进水楼台 不小心去买个星巴克咖啡相遇了 不小心等个捷狱相遇了 不小心厂商开会相遇了 哎 常常相遇就会让彼此有一种 命运的交织感 你很适合用这种方式的人呢 你可以看看你的月亮星座 是不是跟对方的月亮或金星星座 怎么样是一致的 因为月亮星座代表 你在生活上 还有你表现怎么样去照顾别人 或是你需要被别人照顾的时候 那个自然而然的情绪的反应 刚好就符合这个男性他所追求的对象特质 那当然自然而然 你们因为常常的相处相遇 会聊天嘛 会互动嘛 就容易怎么样进水楼台 最后如果不小心 你没有上述的组合怎么办 代表可能你要吸引这个男生呢 你需要改变自己 变成他能够接受看得懂的样子 那当然就稍微辛苦一点点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虽然有点复杂 但希望对大家的爱情之路都有帮助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期再见